梅玉英生前活躍于怀仁社区 认识她的人对事件感到惋惜和震惊 认为她平日做事干练为人随和 认识梅玉英约20年的 孟敢市区域议员何胡锦说 Anita和她的双胞胎儿子 住在她的选区多年 形容身兼柏例司纸会会长的梅玉英 热心社区公益 不能够相信她竟然遭致不幸 真的非常之震惊 在社区里很活躍的 譬如她有很多地方 出钱出力去帮忙 他们的司纸会 你知道她们主要是筹款 帮一些有需要的团体 因此我在社区活动 其实我周不时都见到她 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见到梅玉英女士所经营的 地产公司重门深所 认识她的人都对于她的离世感到惋惜 很伤心 很可惜的感觉 很年轻 她很漂亮很年轻 然后遭遇很不幸 就是见到就感觉比较开朗 笑呵呵的 很友善的 有时候都要房里买一些东西 然后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 就打过几次交道 她是我们这个PASSA的主席来的 她接手了主席之后 她都做事非常之较大 做得很好 心里面都是为她祈祷 希望她真的不要惊人天上 而至于她的离世我们真的很认识 本台联络万锦市市长施家平 但她透过市府的传送部门表示 梅玉英的案件正在调查阶段 不想作出评论 而坊间对她的失踪有不同的传言 何湖警就说梅玉英是金牌地产经纪 不相信事件和资金问题有关 而梅玉英经常光顾的理发店东主 Jacky就希望警方和政府多点关注治安问题 不希望再有类似的惨剧发生 OMLY NEWS记者林玉英报道